版杉耀 版杉耀 后来美农竹头辈三角彩茶团将该首八音曲曲调填入客家词 成为一首客家三歌曲 民国六四年左右该三角彩茶团 本音绕墙于台北新公园演出 才将该首版杉耀改为版杉耀 此中不是非白凤 白凤取来老骨头 正点出了美农的地理环境和特殊气候 以及客家的文化背景 据当地其老门的说法 原为范儿的Q改曲调 被客家音乐吸收之后 广受人们喜爱并流传普遍 也为族群融合做了最佳见证 两条刘圣贤老师编曲的女生三部 版杉耀 前六小节的前奏 几乎仍以传统锣鼓消弦的旋律与语法改写 全曲可分座ABCD四个月段 A段从第七小节到第二十五小节 B段从第二十六小节到第四十四小节 C段从第四十五小节到第五十小节 D段则从第五十一小节到第七十一小节 此事首呢 C段是B段过渡到低段的尖奏 完全与前奏的六小节一致 歌调开始的ABD三段就如同有节形式歌曲一般 三段旋律都一样 搭配三段猫章用的构词 刘圣贤老师在ABD三段的三部合声配置 几乎都以同节奏而让三个声部 以不同音高的Homophony来改编 首续内只会在给团员实质合唱之前 一先将主旋律在不同声部流动或转换划分清楚 才能将主属之间的角色声部 做到声部平衡乐曲流动自如 红花绿叶香辉映的板散摇 旧黑安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月3日